歡迎收聽飛碟電台 幽浮Sports Show 我是黃丹羽 That is right 到每個禮拜天下午4點到5點 讓我們來聊體育吧 大家如果沒有辦法去在車上聽到這個電台 可以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 飛碟聯播網的Apps來進行收聽 另外呢 所訪問的內容 大家可以去上 飛碟聯播網 幽浮Sports Show的臉書粉絲團 Or YouTube的頻道 搜尋這個飛碟聯播網 幽浮Sports Show 都有我們的節目的影音的上傳哦 歡迎回來UVSports Show 本節目是和秀傳引導體系運動學中心 飛碟聯播網共同製作 今天來賓是黃丹羽 也非常想要訪問的一個對象 他是高雄聖途職業籃球隊的一個總經理 然後他之前是專欄作家 而且也是SBO洋將的經紀人 現在呢 是高雄聖途隊職業籃球隊的總經理 周映舟 主持人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是的 我應該怎麼稱呼你 叫我Jeff就可以 Jeff OK 因為我想說這裡比較free一點 我想說能夠接近一下這樣子 那Jeff 其實今天訪問到也非常開心 因為台灣現在比較 算是高階的一個籃球聯賽就是SBL 對 那我一直覺得說是不是有 可以跟外界合作的一些機會 結果發現我們有一支球隊去加入了亞洲 就是ABL Asian Basketball League 它是一個東南亞的一個聯盟 是 那這個然後變成就是說有個另一個視野 對 我覺得非常開心 可是想了解它裡面的一些細節跟內容 好 能不能請你大概先介紹 ABL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聯盟 OK ABL它 不好意思 沒關係 ABL的話 它是由東協的國家所組成的一個聯賽 那它當時成立的初衷就是因為東協的國家 它的籃球實力本身沒那麼好 它沒有辦法在國內自組一個像台灣SBL這種強度高的聯賽 所以它需要藉由跟其他國家的一個合作 對 那來提升本身國家的實力 所以他們就由一開始有六個國家 六個國家的國家隊在這樣演將 然後跟其他國家來做一個結合這樣子 所以就成立一個ABL的一個聯賽 OKOK 那其實我們每一次看那個瓊斯杯或者其他比賽 其他菲律賓不是都是很強嗎 他們都有自己的什麼PBA還是一些其他的 所以ABL會 它是一個算是另一個聯盟的賽制 沒有錯 那因為PBA的話 它是一個 菲律賓它是一個非常熱愛籃球的國 對 所以它的選手其實非常多 那其實以籃球人口數來說PBA的對數其實不太足的 所以像ABL就等於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舞台 給一些上不了PBA的選手發揮的舞台 是 那ABL它本身一開始就是像您講的是東協 這些國家像是菲律賓馬來西亞 之前印尼好像文萊這些國家都有參與這樣子 對印尼跟泰國 印尼跟泰國 那在這些調整之後 今年將會今年已經變成是所謂的加上像東北亞的一些像台灣還有香港 你怎麼會去想到說去參加這樣的球隊 就是成立這樣的球隊然後去加入ABL這樣子的一個聯賽呢 其實當時會有這個概念是因為前幾年我從2012年開始有在幫藍鞋就籌組窮四輩的美國隊 那那些費用的話就是由我這邊要去籌組的 那當時我有一個想法就是說我每年要籌組可能兩三百萬的經費來做美國隊 但是它這個效果其實就只有九天而已 那其實我一直希望說這個東西的資源可以延續下去 那當時我在跟我除了在台灣的SBL 有當洋將經紀人之外 其實我有在幫ABL的像新加坡跟馬來西亞球隊引進洋將 那當時我就有到那邊跟他們聊到說如果在台灣成立一個球隊可能性高不高 那他們當時他們當時說他們非常歡迎他們也希望就是說除了東西國家以外有其他的國家可以加入這樣子 那所以大概從兩年前我就開始籌劃這個東西 OK 所以在這個籌劃當中呢可能就是在於資金的找尋 然後在於比如說場地的一些 因為像這個不太像SBL就是在台灣國內打 沒錯 你必須要飛到各國那各國也會飛來到台灣 所以就是場地的一些安排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前一陣子就是說高雄勝獨隊做了一個記者會 是落腳因為這是高雄勝獨隊所以在高雄做一個記者會 所以高雄市政府對於這個球隊的一個合作或者是贊助 有沒有一些讓你覺得說是一個很友善的一個地方 非常高雄市政府非常的友善 因為今年高雄比較不方便的地方是 他們一個專屬籃球場鳳山體育館 今天要整修 所以像有一些場地上來說是比較卡的比較緊一些 但高雄市政府除了在雄中給我們大力幫忙之外 他們現在在幫我們安排巨蛋的場次 因為一般來講巨蛋場大家要十個月前去敲這個行程 但是他們這兩個月很積極的在幫我們安排 所以我們今年賽季有可能會有兩到三場的比賽會在巨蛋舉行這樣子 巨蛋那會不會費用非常高 像台北巨蛋像台灣SBL比較沒有難 因為他的那個費用比較高一點 他是不是會有一些比較讓新的球隊讓他有一些好 那個市政府的部分有在幫我們安排一些比如說公益黨啟動 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讓我們的費用可以降低一些這樣子 所以他真的幫了非常多的忙 好 那就是說我們屬地主已經確定了 那接著就是說怎麼樣去招募這些人 因為我們其實有些人可能不太懂ABL他的一個球員招募的規則 我們知道就是說在高雄勝獨隊當中有幾個我們非常熟悉的球員 之前曾經打過SBL的像是陳山梅 他就是指標性的一個算是他算是Captain嗎 他是我們的Leader Leader 但是Captain是徐孟華以及張可群 是這些也都是曾經在這個SBL有打過的 沒有錯 那怎麼去招募這些球員你的過程是什麼 OK我先講一下成立的過程 當時成立的時候就是我跟新加坡還有馬來西亞確認過他們的意願之後 我就開始籌備 那籌備的話其實這個球隊的主要三個成員就是我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徐孟華 然後還有就是張可群 這兩個當時效力過SBL球隊的球員 那這兩個球員當時會來台灣也是我引進來台灣的 那當時我們在窮四輩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說我有這個概念 那他們就非常有興趣 所以當時我們就是分工去進行 我來負責協調跟AB有協會的溝通跟市政府的溝通 那徐孟華的話就負責到美國去從募資金 然後張可群的話就要針對一些 因為他他本身專長是在於籃球學校的部分 所以他的部分就是會鎖定在我們未來籃球學校的部分去執行 所以等於這個Tim一開始就是有這三個人 我們這三個人共同創立的 是是是是 但是變成是創立者也是球員這樣 對對沒錯沒錯沒錯 那籃球學校又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概念 我們籃球學校概念有點像歐洲的足球職業隊的概念 因為歐洲職業隊他們有一些平日的一些籃球學校 是會教一些小朋友 那希望小朋友長大之後可以 條件好了就可以加入職業隊 那條件不好就是可能 天分比較不好的或者是實力比較不夠的 他們會變球迷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職位這樣子去做 OK那我們我們想要做的其實就是一個 有點像平日的籃球學校 我們比較不希望做的像一般的籃球營是只有夏天 兩個禮拜 我們希望是一年十二個月都有 然後每個禮拜或者是每個禮拜可能有一兩天 然後讓小朋友可以近距離的跟職業球員有接觸跟訓練 對然後去長期的培養高雄的籃球人才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說要跟民眾在做互動的這種角度 沒有錯沒有錯 然後再從這個地方就變成就是說 發展出有好的潛力的選手 沒錯 因為這裡有非常特殊的幾個要點 ABL呢在這個高雄聖徒隊的成立之後 有一些是素人有機會去打職業的聯賽 對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吸引力的 因為很多人喜歡鬥牛 對三對三 或者是說大家好好付一點錢我們去運動中心去打 是覺得說其實我有實力 但是SBO的那個門檻好像有點高 對我還是要有個空間一個地方 現在那個高雄聖徒隊出現 是這個是這也是我們當時成立的一個初衷了 因為我們希望給所有球員一個second shot 對第二次機會 對那所以因為目前SBO來講 目前SBO7隊 那現在有很多UBA的球隊大專的球隊 是很多那越來越好 所以其實很多球員加入SBO之後他其實沒有舞台的 對那所以我們當時希望說 欸我們可以以一個發展聯盟球隊的概念 嗯 來做這個球隊 嗯 那除了發展聯盟之外我們也希望就是給素人一個機會 嗯 那因為其實台灣有很多素人其實實力是不錯的 嗯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欸有夢的 因為這也符合我們second shot的一個 對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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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 對 所以我們就開放給所有素人來測試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看我們的名單 你會發現陳三梅 是 還有張可群跟許孟華這三個我們一開始主力的球員 他們也都是欸被SBO可能被淘汰掉 對 然後需要找舞台 是 然後我們找他來 是 然後剩下的球員像比如說UBA剛畢業的 他們可能進不了SBO我們給他一個舞台 嗯 那素人他還有夢籃球夢的我們也聽到一個舞台 是 對那我覺得這樣球員的向心力就很 因為基本上你有舞台你就會有動力 沒錯 像那個球也啊前一陣子有訪問他 那前一陣子他在這個網路上有講他的好朋友黃亞中 是 也就是素人算是素人代表 沒錯 在這邊有成立 那他他是不是在這個段就非常的興奮 對他非常的興奮 因為當時我在測試的時候我會看一下每個人的resume 對 然後我看到他的時候就喔 說專程從台北跑下來 我還蠻意外的 是 對然後他測試的狀況也很好 那還有各方面條件我覺得很符合我們這一次的一個主題啦 OK 對因為他他完全沒有任何的籃球資歷 對 然後他的年紀他今年34歲 嗯 他等於是完全就是來追夢 如果在NBA就是退休年紀 沒錯沒錯沒錯 然後我就說啊這個太適合 那這家他身手其實也很棒 所以當時我們就是他測試完我們他算是我們的首選之一 嗯那除了這之外當然還有所謂的算是外援也就是所謂的洋將的部分 對洋將在ABL好像他的一個他的一個所謂的規則的一個寬鬆度比SBO還要還要好一點 對沒錯 不能說好就是寬鬆一點對 因為不能分什麼是好是壞 對 但是對於就是說在於這個ABL現在聖徒隊 嗯 呃洋將有四位是嗎 還是有三位 我們目前是兩位 兩位 對他的規則是這樣 呃他ABL可以允許兩位每級的球員 或者是任何國級的球員 OK 那剩下兩位的話則是需要在六個國家以內的內員 喔OK 對所以他並不是四個完全不受限制的任何外籍球員 所以是有兩個是就是 比如說我們可以找兩個菲律賓的 或找一個菲律賓一個新加坡這種 這一種方式 不能找這六個國家以外的球員 所以就是說有機會我們可以看到高雄勝徒隊有菲律賓的 沒錯 比方說非常強的這空位 對對對 對對對 那也會有所謂的這個球員交換的制度嗎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 對對對 因為目前的話 每個國家的薪資的制度不太一樣 喔是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做一個在技術做一個交易的動作這樣子 當初其實像棒球來講的話 他們說亞洲大聯盟沒有辦法成立 原因也就是說貨幣值他們不太同 沒錯 那就大家各自玩各自沒有辦法去統一 對 這個角度 對 那ABO的話他雖然說不能做交易 但是他會有一個球隊的一個薪資上限 所以變成大家必須要在那個上限以下去操作這樣子 畢竟像有些國家像越南 他可能他的經濟狀況不是那麼好的情況之下 比如說跟新加坡打 那那個那個不管在薪水上或福利上就會差差距蠻大的 對 他們就會設一個上限在那邊這樣子 這個上限可能未來也會調整 對 因為ABO其實已經不算是剛成立 沒錯沒錯 所以他們現在還在調整 是不是也會因為這個 就是北亞洲 對 球隊慢慢加入 對 甚至未來可能他們要找日本 其他韓國也會一起一起做的話 才會慢慢調整這個規範這樣 對對對 他們他每年都會有一個領隊會議 然後在領隊會議裡面會會去討論這些細節的東西 對 因為最主要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台灣的選手能有機會在不同的一些籃球聯盟當中去做一些比賽 對 因為我常看很多不同國家的聯盟 對 那大陸的當然就是高 比方說高等級的 對 對 最近呢日本才剛成立B-League 那B-League的話我一看裡面它是用那種足球的方式去做的 對 也就是說18支球隊是叫做B-League1 對 然後呢你這一賽季結束後面的四支球隊你戰績不好你就要降到B-League2 沒錯 沒錯 那我覺得是還蠻有意思的 對 那當然就是說日本我一看它有45支球隊 對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ABL在這個部分的話有看得到就是說真的往北部這邊去找 越來越多球隊 因為這個目前來說的話有一個比較大的困難是因為ABL的話我們是由Air Asia贊助的 是 那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必須要看它的航班的狀況去做安排 是 所以比如說像這個是特別有趣的就是我們每次後面才知道 就比如說我們要跟香港比賽 我們不能直飛香港 我們必須要先飛到吉隆坡再轉機到香港去這樣子 是這樣子啊 對對對 但是不是很累嗎 就很累啊但是就是他們因為我們必須要配合那個Air Asia的航班去做這樣的規劃這樣 畢竟人家是冠名的 對沒錯沒錯 你也不能就是說欸我要換其他 沒錯沒錯 對所以這個我們當時沒料到的部分這樣子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還是要看就是說未來它有沒有可能就更多的贊助商 是的 或是更多的一些發展才能有這個機會 沒錯沒錯 好那ABL我們聊了這麼多之後呢 我們當然之後可能還想要多了解其他的球隊 對想要了解國內ABL這個高雄生徒隊成立 他跟SBL有什麼樣的差別 為什麼當初你沒有想到就是說成立這球隊去加入SBL 其實我一直希望就是幫台灣籃球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對那其實我當時如果成立一個 我覺得目前SBL的狀況他是需要一些本質性的去調整 很多人這樣 對而不是增加球隊可以解決狀況的 對那我一直希望就是說我可以做一個不一樣東西可以讓SBL或者是其他人做一些參考 比如說主客場制 嗯哼 比如說雙羊這樣的制度 對 然後或者一些不同的營運的方式 那因為SBL現在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他們畢竟SBL是由來時期在主導的 那其實有些球隊想要做一些事情的話 變得他們也有他們的困難 甚至就是目前SBL各隊的預算其實也很高了 是 他們如果要比如說要職業化或怎麼樣的話 勢必要投入更多的資金 OK 那在一個老闆的角度來說 我今天SBL的收益都不是那麼好的情況之下 我還要投入更多 那那個效益會出來 他們也會卻補 那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我可以先做一個在不同的體制下做一個嘗試 然後可以讓他們有一個參考的方向 OK 對不管是成功或失敗 那目前為止你覺得ABL我們可以學習的是有哪些點 我覺得他們的一個聯盟的規劃其實非常的完整 比如說我們當時剛加入的時候 聯盟就寄了兩份50頁的guideline 就是手冊 50份的規章 對 50頁兩份50頁的規章給我們 100張 對 對 所以我們變成他說我們必須完全按照他的規則來走 包含什麼呢 包含包含 怎麼那麼多 對包含到轉播的東西 然後場地的佈置 人員的規劃 然後細節到比如說比賽什麼什麼時間 什麼人員必須提前幾小時到場幾分鐘到場 哇賽這都那麼細 他寫的非常的細 OK 對所以他們是有經過蠻 因為他們營運的大概六七年 他每年都有在做一些修正修正 然後所以到後面 他們的制度其實是非常的完善 這樣 那這樣比起來我們SBL十幾年了還沒有 還沒有他們的完 所以有很多的東西當然就是說可以去學習 對沒錯沒錯 OK 好我們現在休息一下這段廣告 待會回來其實在於這個SBL還有ABL當中 還想要再多訪問Jeff來討論這個部分 我們休息一下這段廣告 待會回來 在剛剛廣告的時候呢 我跟Jeff有大概聊一下 因為我們都是從加拿大回來的 沒錯 那因為ABL他是跨國的 對 那NBA曾經有兩支球隊是 現在還有一支還是 就是加拿大球隊 對 一個多倫多一個溫哥華 對 所以我非常羨慕Jeff 多倫多的還在 對 溫哥華當時不再是因為他的這個貨幣 是沒那麼的強 對 那時候的老闆 他是曼菲斯的一個經營商商 然後他說他不會把球隊引走 對 然後溫哥華的那個球迷啊 包括我在內都非常開心 是 結果呢 還不到一季的時間 他說我要去曼菲斯 對 我真的 算了不能講髒話 就是 我就拼命的打 就是說 信給他們 那時候網路還沒有那麼的盛行 怎麼打 怎麼這樣子 寄過去就說不要走 結果還是走 對 會不會在ABL也有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說 各國的一些 各國的一些比方說 薪資待遇 像你剛剛有提到 就是稅率也不同 對 球員本身 會不會就是考慮到 六國未來 甚至七國八國 這樣子會去 想說去別的國家打球 這樣子 這個部分的話 就像 剛剛我們提到 就是有稅制的部分 對 那比如說 像越南球 他可能薪水比較低 可是他當地的稅值可能比較好 或者他當地的生活品質 可能他的消費 消費 消費比較低一些 所以即便他薪水比較低 但是他的 可能生活品質會比較好一些 可是相同的 如果他到新加坡的話 可能薪水有提高 但是相對的物價也更高 所以更高 所以這要看每個球員的自己的狀況 去考慮這樣子 對 因為亞洲並沒有像歐洲有這樣歐元 沒錯 就是說你在哪一個打球 我就是用歐元來跟你去做一個 沒錯沒錯 但是這個會不會就是未來需要去 ABL可能要調整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薪資制度可能貨幣不同 可是我們還是以一個為單位來去做 這個的話就必須由聯盟去考慮了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聯盟怎麼說 我們會盡量去配合 但是我們如果到時候 我們也可能會是我們的立場 那但是這個會在討論 OKOK 所以那這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說我們也希望 高雄勝獨隊在ABL 能夠有很好的發展 謝謝 你目前的這個 主要目標當然就是站穩腳步 對 球隊能夠穩定的運作 沒錯 接著你有沒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步驟 跟你的一個期許 其實當然就是希望說 長期經營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高雄是一個籃球人才非常多的地方 OK 但是因為目前台灣籃球資源 都是集中在北部居多 那如果我們可以在高雄長期經營的話 把資源引到高雄 我相信不管是人才啦 或者各方面都會直接幫助他到台灣籃球更多 對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中央就是所謂的這個新南向政策 剛好是符合你在這個亞洲的ABL的這個發展 對沒錯 所以這部分的話可能我們就是說 看到他未來的一個發展 那更好奇的就是說 你怎麼會去參與到這個事情 就是說想讓聽眾朋友更瞭解你的故事 OK 你是從專欄開始去做這個體育的接觸嗎 對 其實我一開始在接觸專欄之前 我是一個外商公司的業務 OK 對我是跟籃球完全沒關係的人 那但是我就是跟Danny一樣 就是我們很喜歡運動 然後我們就會在一些網站上去留言啦 然後發表一些意見 然後就是當時的園球城市的一個站長 他就發現我 他問我說你有沒有興趣來寫一些專欄 因為當時剛好有一些作家剛離開 對 然後他說我說可以啊可以啊 那當時我就想一下說我要做什麼樣的東西 比較容易吸引人 那因為我的英文能力也不錯 然後再加上 客氣客氣 再加上我還就是跟外 蠻了解外國的一些文化 那所以我當時想說 那我來做一些洋將的一些一對一的專訪 聊一些洋將的背景 然後還有他們一些興趣啊 他們過往的經驗啊 他們對SBO的想法 還有他們比照一下SBO 和其他國家有什麼不一樣 對 這些東西 那其實就是寫一寫都回應還不錯 那也是因為這樣認識很多人 那因為洋將在台灣其實一直都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不只在台灣啦 應該說在世界隔離都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的經紀人不見得會在跟他們一起跑 他們經紀人可能都會在美國本地 I see 對所以他們有一些可能跟球隊的溝通 必須要透過經紀人可能 越洋 越洋將去溝通很麻煩 所以當時他們就 他們有些經紀人直接聯絡我 說看能不能我在台灣當代表 那所以就從那時候開始 就大概從第二季 就是我原球的時候 就是第二季之後開始 然後開始做 然後運氣還不錯 就是一切都還蠻順利的 然後也引進了不少我覺得還不錯的人 OK 對然後 像是誰 像我一開始有先幫達新 引進了一個 SBO第一個NBA的球員 叫Felix 我記得 對 然後還有就是目前 可能還是SBO 選秀最高順位的 Marcus Fizer 對 然後還有最後 第四順位 然後還有就是 Davis Krissy Davis Quins Davis 這最重要的 新台灣人 是啊 Davis是個意外 因為當時 我可以稍微 我可以稍微講一下 因為當時 普遍的洋將叫Terrence Diles 他也是我的球員 OK 但是他打第二場之後 他的韌代就斷裂 尬的 對他禮拜天的時候斷裂 然後當 當時我在溫哥華度假 我在滑雪 然後徐映的教練就馬上 就是越洋打電話給我說 我的球員受傷了 我需要一個人來補一下 然後當時 Davis的資料我已經有了 然後我就馬上傳給他說 那個 我現在有個球員還不錯 你不要看一下 然後他看一看說 好那就這個好了 然後我當時 我在溫哥華時間 禮拜天晚上 然後打電話給Davis 然後跟他說 他換個球隊有興趣 你要不要去 那時候他在哪裡 他在美國的洛杉磯 沒有球隊打 沒有球隊 對他那時候他那時候剛剛上完一個 medical的課程 OK 他去拿一個 他去拿一個license 準備要當老師 要當醫師 要醫藥師 真的 他要當藥師 對 然後對 然後當時就是他說OK我可以去 那什麼時候要去 我說禮拜三要到 他說禮拜三 那你是要我明天出發的意思嗎 我說對 所以我們就趕快把合約弄一弄 然後他禮拜三要到 然後禮拜三到了時候 然後就是禮拜五就直接上場比賽這樣 所以一切就在五天之內發展出後面 大概這六年的一個狀況 老天爺 這個後面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對於台灣的貢獻 原來是 這真的叫意外 真的是意外 當時是在聖誕節 所以他是一個聖誕節的禮物 我覺得常跟徐靖哲教練說 這是你一個聖誕節的禮物這樣子 對於台灣的一個聖誕節禮物啊 那我是不是要感謝他受傷的洋將 沒有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洋將 當然就是如果這樣的話 我還是有一些東西想 我想因為 SBO最近在洋將 當然就是說 這幾個季替換率也是很高 對 尤其前一陣子的一個新聞 就是Patrick O'Brien的一個事件 他可能就是說很難 那就是還是被換掉 對 可能以我的角度來講 是不是對於洋將沒有那麼多的保障 當然也有所謂的那個 Waiver 對對對 就是說你不適應就可以走 可是好像台灣更快 會不會是一個問題還是什麼 其實世界各國都差不多這個速度 我老實說 因為其實洋將 對這個球隊的重要性 是非常非常高 對 那一般來講 不管世界各國 他們只要找洋將來 都希望他是球隊的 絕對主力 他希望他就是LeBron James 他就希望你是最厲害的那個球員 對對對 所以相對他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 那不管是球技或態度上 那所以我可以理解 球隊會有這樣子一個動作 因為畢竟教練他有他的壓力 因為 戰績不好嗎 戰績不好 老闆就會說 那有更好的人為什麼不換 對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一般洋將也都了解這個狀況了 那SBO最更困難的是 SBO是一個單洋將的一個聯賽 所以他的洋將的重要性比重又更高 是 他等於是 你沒有你的洋將不夠好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可以替換 對 或者是你只要洋將有狀況 你的戰績就會不好 OK 這是很現實的狀況 那比如像我們AB有比較好是我們有兩個洋將 所以即便我們有我們一個洋將如果狀況比較不好 我們另外洋將裝好的時候我們實力不會差太多這樣子 有兩個洋將 那我記得有一個是身高比較高 對 然後一個就是比較算是風險 對沒錯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算 我是覺得就是說 他們是可以共同上場嗎 還是說其實不行 他們可以共同上場 可以共同上場 對 他們當時會有雙洋將的制度就是因為 我剛剛現前有提到的是他們本身實力不是那麼好 Local的實力 本土實力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們需要兩個洋將 對 來等於是讓這比賽變更精彩 對 對 那像SBO現在的中 因為我們可能就是說 在聊到就是看怎麼樣幫台灣發展的部分 對 SBO我們現在的洋將音樂沒有身高的限制 對 越來越高 對 因為那個印度搖民神bowler 對 就開始肆虐這個禁區 對 但因為越來越高了之後呢 其實我們本土洋將 本土的這個選手 就只能在三分線投球 是 就變成說 是不是有一個洋 再有雙洋將制度 另一個是也比較算是說小前鋒的角度 對 會讓整個賽場的這一個流暢度會更 其實我 我之前一直建議就是說 台灣可以仿造韓國的一個制度 因為韓國 韓國也是雙洋將制度 但他一次只能上場一個洋將 等於是有個洋將必須在板段上面 那他的優點就是說 當球隊 比數在伯仲之間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用大洋將 但是你今天如果開始落後到十分左右的時候 你一定是小的上來 OK 然後讓比賽的節奏 改變那個比賽的節奏 然後想來追分這樣子 對 甚至不然就更好看一點 對對對 那但是 台灣實際上有些困難 就是這個也包含到預算的問題 OK 因為韓國球隊的 楊將的薪資其實都很高 他們企業的預算都很高 是 所以相對來說他們可以請到的人 也會比較好看 也會比較好一些 對 那台灣的話 就像我剛剛說就是 我們的聯賽狀況已經 不是那麼好的情況之下 你還要再老闆再多投資這個錢下去 就有點 這是一個很兩難的一個決定 那這個會不會是一個行銷上的一個問題 比方就是說你在推廣上面 因為說老實話 我要找SBO的 比方說數據的東西 我都並不是很清楚知道哪個地方 對 我能夠看到說這個球賽的 或者是這個聯盟現在的那個比分 或者是什麼之類 有點難 對 那這個是不是說 你還是要有一些突破 才能夠就是說 更多的資金進來 當然當然 就是我一直覺得說 台灣籃球要發展得好 其實不管是協會 球隊 甚至球迷 大家都要一起加油 對對對 因為你今天行銷投入了再多 球隊投入了再多 今天如果球迷還是不想進去看 還是白費 對還是白費 沒錯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我當時我在圓球城市有一篇專訪我的專欄 我在最後我特別說一句話就是說 球迷其實可以不需要當球迷 因為其實這個環境要發展得好 其實球迷一定要 挺身而出 挺身而出 要更投入 對 就變成熱血 對沒錯沒錯沒錯 熱血球迷至少要這樣熱血 對對對沒錯沒錯沒錯 因為其實在國外啊 球迷他並不單只是一個城市的球迷 對 他是他的一個支持者 對沒錯 他會給他建議 他會給他一些發展 對我覺得是一個社區性的互動 對 所以屬地主義現在從這邊來會非常的重要 對沒錯 那另外呢我想要再去聊 因為您曾經 您之前做個洋將的這個經紀人 是 在洋將尤其是Quincy David規劃之後 有一直在討論這個部分 嗯 日本我去看他們的這個球員 那個民間的時候他們幾乎每一支 足球也是 對 都會有個規劃的一個國外球員 對 對於他們日後 日本隊 對去打國際賽的時候 就可以去挑選 對台灣現在就只有一位 對 Quincy David 日本的狀況其實也稍微比較不一樣一些 對 因為一般因為我對日本也蠻了解 對啊 我想多聽一些知識啊 因為一般來講 日本他不會為了規劃洋將 而規劃洋將 是他們通常這些洋將 如果你有仔細去發現 特別籃球的 通常如果他代表日本隊的 日本的國家代表隊的洋將 出賽的那些洋將 通常年紀都已經三十幾歲 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嗯 年少看到二幾歲的 OK 那這些洋將都是 他們已經在日本待很多年 他們主動願意規劃 不是為了針對 規劃而規劃 規劃 規劃而規劃 對 所以他們的洋將 他們的規劃球員打日本國家代表隊 是沒有執行的 OK 對 了解 所以中華跟我們台灣 稍微是不一樣的 我們台灣有點為的是 為了規劃而規劃 有點像不能說急救張 但是為了現在的賽事 對 那這樣是對還是錯呢 但是 我剛剛講日本這個中華也只有在日本發生 其他國家像菲律賓啦 他們也很多 黎巴嫩啦 或者是卡達這些 他們就是為了規劃而規劃 所以相對來說 我們為我們有些戰績上的考量 情況之下 我們做這樣的決定是無可厚非 是 對 因為也有一些球員 我記得一些洋將 他們就是說 我們我也非常樂意規劃成為中華民國國籍 對 來為這個國家效力 是 那這部分的話 會不會也有從ABL高雄聖徒隊去找尋這樣子的一些球員 其實我們當然希望說未來可以有這個方向 跟協會合作 因為其實現在規劃洋將在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對 對協會或SBO來講 就是我今天這個規劃洋將 未來是不是要繼續留在SBO打 因為Davis的狀況比較不一樣是 他已經很穩定了 是 服務員不太可能把它換掉 OK 即便換掉他也是像去年一樣是做教練 是 那但是如果像其他球隊 他有比如說規劃一個洋將 但他當時戰績不好的時候 那要是該把它換掉嗎 還是要繼續籤 這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但是我們ABL等於是提供給一個協會一個解套的方式就是 今天規劃之後變本土球員 那本土球員的話 可以登陸成我的球隊的本土球員 Nice 對 所以就是一個解套的方式 那因為 如果在SBO變規劃 規劃成本土球員 他規劃到不太可能變本土球員 然後變雙洋將 因為這樣變很不公平 OK 對 所以等於是我也希望說 未來如果協會在規劃洋將的時候 他們可以找一個團隊型的 然後真的對中華隊有幫助的 對對 但是他可能不見得那麼適合SBO 大家就可以來我這邊 了解 來我這邊的效力 這樣子 那我們回歸到ABL的話 我們還是非常希望就是說 剛好勝的隊有一個很好的成績 是 要很好的成績也要多了解就是說 其他的一些球隊 我想時間真的不夠 可能下次有機會再來聊 沒問題 還是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的話 在這一季因為已經打了幾場比賽了 那我覺得就是說 最主要還是經驗值 對 你希望這一季結束之後有一些什麼樣子的一些經驗累計 甚至就是說 你期不期許 在比方台北也有一支球隊加入ABL 當然我希望 我其實比較希望台中有支球隊加入ABL 真的嗎 對因為台北的話就是 ASBO場次都在台北為主 那我希望就是讓台灣各地都有一個球 籃球的這個發展 讓球迷在各地都有球賽可以看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就是說希望第一個就是在台中也有另一支球隊 對 那ABL應該算是歡迎吧 他原則上的話 他有規定說一個國家可以有三支球隊 同一個城市是兩支球隊 同一個城市是兩支 所以我們quota還有兩個 對我們quota還有兩個 那如果說有各位的企業啊 有聽到的話不好意思 這個投資不會太多 會對台灣是好的方展 或者先贊助高雄勝隊也可以啦 Oh yes 當然也有所謂的官網可以去看嘛 沒錯沒錯沒錯 我的官網是www.高雄truth.com OK 大家給予高雄勝隊還有Jeff更多的支持 謝謝 讓台灣的籃球發展 非常謝謝現在就來到節目當中 謝謝Danny 有機會我們再多聊 因為時間太多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談 沒有問題 好我們今天廣告當然馬上回來 您收聽的是Yofu Sports Show 飛碟聯播王Yofu Sports Show 我是黃丹尼 是的 那你有任何的一些問題啦 或者是有些想法 有些建議 甚至有想要看到或聽到的一些 體育界的一些特別來賓呢 都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會幫你達成這個任務跟目標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收聽 那我們會繼續的在這個節目當中 跟大家聊體育 來去跟大家做一些訪談 很多的一些選手或者是一些官方的來賓 還有一些球團 我覺得非常好玩的 希望大家會非常滿意囉 本節目是由秀川醫道體系 運動醫學中心與飛雷聯播網共同製作 Yofu Sports Show 我是黃丹尼 我們下週同時間再會囉 拜拜